我们将一切应用的东西放入绝对避水的胶带之中 换上了潜水衣 附上了氧气筒 林木大郎默默地帮着我们 不到半小时 我和纳尔逊已并肩在海底了 我们着了灯 灯光可以集到20公尺左右之处 我们的深度也是20公尺 在海底中要辨别方向 并不是容易的事 非要有丰富的潜水经验不可 在这一点上 纳尔逊先生便不如我了 我们的心情都很紧张 因此我们虽然配备着在海底通话的仪器 但是却谁也不出声 直到灯光一映之下 前面出现了一排悬挂在空中的黑色圆球时 我们才各自低呼了一声 那一个排着一个黑色圆球 在碧绿的海水之中 浮悬不动 乍一看到 倒有点像悬挂在圣诞树上彩色玻璃球 但是我们却都知道 那时一碰到了黑球两端的细铁线 便会引起致命爆炸的水雷 那种水雷十分旧式 看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海军的遗物 但是它的威力自然仍是十分可观的 我们转向右 填着密布的水雷阵 向前前进 可是那一排水雷阵 仅像是没有尽头一样 在我的估计之中 在我们转右之后 以前到了两里多了 但水雷仍然在 我伸手打开了通话器的撤 道 我们是不是应该冒险闯过去 纳尔逊先生答道 我看不必 再向前去 便应该是一个海湾了 月神会在放肆 也不敢将水雷部在经常有船只的海湾之中的 我依着纳尔逊先生的话 向前继续前进 没有多久 水雷果然到了尽头 但却并不是突然断了 而是转了一个弯罢了 秘密排排的水雷 呈半圆形 将月神会总部的海面完全守住 我和纳尔逊先生两人不禁面面相去 我们都知道 水雷既然将前进的去路完全封住 那我们要再向前前进 唯一可能便是越过水雷 我待了并没有多久 便到你后退去 没有必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冒险的 纳尔逊先生自然知道我的意思 我是要冒险去摘除水雷的信管 使我们可以顺利通过去 纳尔逊立即道 喂 别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我曾经领导过一个工兵营的 我立即道 所以 事至今日 你是完全落伍了 这项工作必须由我来做 纳尔逊半赏不语 才道 我们还未曾绝望 不必冒险去行那最后一步 我向前一指 你没有看到水雷往事如此之密吗 纳尔逊先生道 我猜想 他们为了防止有人接近他们的总部 自然也防到人们会从深水前来的这一层 然而 阅神会究竟不是公开的武装部队 他们的势力虽大 但如果布置的水雷 在海面上被人家看了出来 那也可能招致麻烦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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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